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生未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阿弥陀佛 各位今天开门红一样 那么各位联友 大家下午吉祥 随着又是新一年的开始 这个新学期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净土之路 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中间休息了一个学期 那么今天之所以开始要讲到 这个无量寿经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一遍 圆满我们净土之路 三部经典根本经典的学习 因为大家都知道 此前也讲过阿弥陀经 也讲过观无量寿经 所以今天呢 再把这最根本的大经 开始发心了学习一遍 可谓我们净土之路的这个理论呢 也算是完备圆满 而且这部经典呢 历来称之为大经嘛 所以它在这个净土的这个三经中的分量呢 其实是最重的 本来呢 今天跟大家约的是 这一期开始讲弥陀要解来着 后来想想呢 因为弥陀要解呢 可以放一放 那么我们先还是把这三部根本的经典学习完 也符合我们对于净土经浓的学习次第 是以经为根本 那么我想来学习这部经典呢 除了我们端正依然的文思学习的发心 精神面貌和长久的这个安忍坚持 因为天津文法呢 必定是这个入道的根本 也是修行的加息 可以说也是常我们说的 是修行的正在进行 所以其实给大家也再再再次讲过说 如律如法的文法呢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发心 能够共造这个往生的殊胜因缘 当然今天开始我看到 诸位手里都有一本了 今天基本上看不到的 可能连经题都讲不到 今天我们主要呢 就是讲学习这部大经的开篇 首先建立一个见地 其次呢 说四点这个 也算要求也罢 也算效果也罢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 为什么要设这样的内容 今天只讲一个开篇的板块呢 我想呀 咱们如果说涉及到净土 或者已经深入的来修学净土的 一针几乎是成为一个常规的支箭 这甚至我有时候觉得 在背这次课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有是净土的 有点千古其冤一样 冤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一般常用习惯的提倡说 为什么要修净土法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直接往生极乐世界 把生命依托在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和形式上 那么很多时候呀 咱们佛教的信徒 特别是比较能够全身性地靠导的这个净土分子吧 几乎都会讲说 考虑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契机契礼 那么现在是末法时期 人心太陋裂了 其他的都修不了 所以说这个积解 因为积根基呀 解法的能力呀 太肤浅了 根性太暗顿了 那么靠自己力量实修实证上不去 所以才被迫无奈 不得已而为之来修净土 这是我几乎我们成了一个 考虑到我们现在末法时期 身在武作恶事 这个在 这个大气经里面也讲过 我们说末法时期 亿万人修行 罕一得道 连一个都稀罕 唯一净土 得度生死 所以我们就形成一个常法 很多时候 包括跟同修们 另外的 有另外的法门一块这样 勾通 都觉得你一定要学净土 你其他的修不了了 这个因为我们在末法时期 武作恶事 根基不够了 所以才说 修不了难行的通土之法 所以好像就是希望渺茫的 才关机斗教 大家以净土为归 当然这是对的 前嫌往胜 大多都是做如此的提倡 可是今天我们想 让我们眼前 或者说我们的见解上 更为一亮 就是说 且不说身在末法 身在武作恶事 如果说现在 哪怕身在佛前 每天常随佛陀 常在灵旧山 齐远军事 讲法 依然要修 净土法 首选净土 全身性的投入 直往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 把这个开篇听了以后 至少建立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是为 净土法门平反 因为他的法门殊胜显现 不仅仅在 没办法的采修的 而是 还有其他的办法 依然我 秦贵净土 这是我们今天 做一个前奏的开篇 那么我想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他有三个 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 来考虑一下 当然 因为第一讲 我不知道诸位 听法的酒精 或者说 接纳的这个深浅 反正先来点干货 大家总归都在学习佛法 都知道一说 说学习佛法 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土 在释迦摩尼佛所设的教法中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讲净土 今天从什么 都知道佛法的根本宗旨 是讲空的 是不是 在苏婆世界 都是提倡空的 出家叫做 动入空门 你一皈依了别人 就说你四大皆空了 不能跟我争斗 把利益让给我 都讲空法 这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 行经里面也说 三世诸佛 今日波罗波罗蜜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不定 一的就是空性的 波罗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索性 潜通这个净土 就从波罗讲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性 我们坐在这里 大家都有六根门头 眼在看 耳朵在听 就现前的境界中 就能体悟空性 那我们能抓得到 所以我们第一个比喻 今天我们用三个比喻 第一个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就从这来讲起净土 我们讲空性的时候 我们是否真正意义上 能够把握到这个空性 尽管诸位都知道 说万法皆空 我们从理论上 理论上 辨细的比较清楚的时候 但是直到修正的时候 就不一定了 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空性的间谛 不要说间谛 就是说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 难度是非常大的 不是我们空口就说这么一句 空就可以了 因为要跟大家交代 就是佛门里面讲的空有两轮 叫两种说法 那么为什么老题上向空修 向空去迈进 向空去解脱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立足的是一个 真实有的世界 始终在有法中 什么都觉得是现实的 物质的 确实的 真实不虚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知道 真正的这个空性 它不是说有的层面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空的层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听进去 它是超越了空有的相对对待法 然后还不能偏空 不能偏有 又把空有和完全包容 这样一个中道的 现前的 当下的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 这样一个感觉 这也是相似说法 所以说但是我们现在凡夫听法呀 我知道 包括我在讲 周围在听 大家无一例外的都会 立足于有的层面 无一例外的理解为 说一说空就空空如也了 虽然我们也在读星经 也在讲金刚经 知道这是由文字般若来提倡 但是基本上都是尝不到空性的真正的本位的 你看圣志言有时候修的阿罗汉是已经入了圣位了 大家知道阿罗汉已经是圣人了 他所证的空还叫完空 不是真正意义上完美意义的空性 所以首先第一个建议 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性 是圆起信空的 就像咱们今天一场法会 四面八方奔来 然后就这么一讲 一个半小时完了 又各自散去 就在这个情形中 不断的显现的都是空性 只是我们现在立足于有的层面 把它执着固化 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它一定是超越了空和有的执着 又包括了空和有的现象 叫做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我这么讲 大家能听得懂吗 把这个辨细清楚 就是原来空性指的就是 一切不真实的幻象 但是呢 真实的空性 就是从这个幻象上来体现 所以我们首先你要定位佛法 这个东西定不中 以后你的心呢都是散的 不是离开我们现在虚幻的本身 而别有一个真实 就是从这一切法上 见到它如梦幻泡影的本来面目 而依然在这一切法中 穿梭来往 就是生活在其中的 所以大家一说到 佛法就在生活中 人间佛教 都是指向这个根本的利益里 缘起信空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样子 就是说在我们凡夫呀 听空一定是执着为咬的状态 不能与空相应 所以呢 体悟不到说一切有梦幻 当下是如梦幻泡影 而是总是我们在想追求空的时候 会怎么样 总是试图把它给抹杀 或者说除去 才以为是空的 所以说我们下意识的说到空的时候 对于净土 我们通常都把说净土是指有的呀 有求的呀 有东西分别的呀 有染进取植的呀 好像说就完全违背了佛法的空意里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同修或者是兄弟之间 乃至法师之间都为这个净土的教义 和通土的法门 一切有梦幻泡影会不到一起 会有抵触 其实这些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已经走入到什么了 很危险的断灭空 或者是这个这个外空中了 这个上面大家一定要厘清 所以在这样的要求下 他就会觉得说 哎呀你巨祖这么求信愿 一定要往生 这跟佛法的空性的这个常法的步调不一致呀 从此就开始误解空意 更不能够了解净土的直接痛快 所以请大家实际上呢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啊 不但是不与净土的教义相为 反而恰恰是我们发愿这个生性求生净土 最根本的理论所应 大家要知道 正因为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法葬比丘当时阿弥陀佛的前生 才能够建立净土 正因为如梦幻泡影 我们才可以信愿往生呀 正因为如梦幻泡影 我们才可以从染凡夫 做净圣人的跨越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何一故呢 大家想想 你说如果法一切的事件的现象 不是如梦幻泡影的 咱们不要说说往生极乐世界了 这就不说了 连因果轮回都建立不起来 你们想过没 如果一切法不是梦幻泡影 因为不如幻化就是实在的呀 永远真实的 你怎么转化前生后世呢 怎么发展前因后果呢 我们真实存在的话 它就是这个东西在这 永远都不会变换 那它就是真实的主宰的不变的 不是如梦幻泡影 所以因为我们在这个 如梦幻泡影的法中 就是现象世界中呢 见不到它如梦幻泡影的本质 就颠倒的认为 有一个真实的 所以当这个如梦幻泡影的轮回 因果生成有苦乐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说 它是真的就是感受 但是这绝不是真正的空意 所以你真正能了解到这个 你就知道因果才等于空 轮回就等同于空 往生还是空 因为空所以有因果 因为空所以能够轮回 因为空我们恰恰才能确定往生 我不知道大家 坐意一下 坐意就是你们设想一下 你想嘛 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如梦幻泡影 极乐世界也是如梦幻泡影 我们在这修行 天天欺赏大家信愿性 这其实也是梦幻泡影 阿弥陀佛48元发的也是梦幻泡影 能生的我们还是梦幻泡影 接引的西方三圣也如梦幻泡影 这是对的 不违背 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就不能成立 不能实现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修净土啊 就是在一样的如梦幻泡影法中 我们在这个世界 全部都当真 没办法幻化起来 包括我们听到这个 你下意识 你们听到如梦幻泡影这句话 马上就当真 我们可能哪里知道说 我们现在正在如梦幻泡影的进行着 依然在表达如梦幻泡影 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一听就说 原来如梦幻泡影这是真的 一定要信着 正因为如此 既然当了真 那只能在真的世界中进行启动机制 只能在这样 真实的相信极乐世界 真实的相信阿弥陀佛 真实的发愿 真实的一生就要往生西方 必须依着这个世界的水平来匹配 同步进行我们去修行 这是从把大家先拽到高处 然后再从高处往下滑 然后高低之间 你看看怎么走 因为我们现在一说说 既然如梦幻泡影了 那么就说既然如梦幻泡影 你还去极乐世界干什么呀 不要去生了呀 但待在本地就可以了 很多我们现在属于所说的 唯心净土 自行弥陀 原来在这儿都属于什么 邪知邪见 跟大家讲 当你说的时候 当真这么认为的时候 已经你就不是如梦幻泡影 所以导致我们如梦幻泡影的家庭 事业 财产 眷属 一个个我们都如梦幻泡影不起来 反而说如梦幻泡影的净土不必生 这就是断灭空性 大家记住 再有人如此认为 就属于断灭空性 佛说了呀 执着有像须弥山大都没关系 可以晃 执着空像戒子那么一点点 很难度了 在这儿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让他劝他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相信极乐世界 他怎么也信不起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正因为梦幻泡影 见不到这个空性 所以才要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愿力中 一到极乐世界 全体自然的如梦幻泡影的智慧 即刻就开始显现了 控制不住的显现了 你们设想一下 这就是往生的意义 在我们这里全部当真 一旦成功往生 全部梦幻 自然梦幻 那应不应该往生 所以大家想一下 正因为是如梦幻泡影 我们才能往生 如果不梦幻泡影 我们一个是真的缩婆 一个正生 这都是真的 你怎么入莲池海会 所以这个法式绝不会变的 三世诸佛一 波罗波罗蜜多故 得阿诺多罗 就包括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还得什么呀 修这个如梦幻 梦幻泡影 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才这里 今天斗胆跟大家说一句 这种话说的时候 怕你们的建议上不来 那么毕竟我们讲法也这么久了 听法也这么多了 念佛念的 可以说是境界跟上来了 包括可能我自己讲法的积累也够了吧 今天姻缘到了 我要告诉大家说 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的 梭婆世界极乐国土 我 阿弥陀佛 咱们大家 都是 可是问题是 这个如梦幻泡影 它就能很奇妙的往生呀 往生是真的呀 就好比说天上的月亮 它下不来 地上的水上不去 可是这个水中就能现现月 这个月就在引在水中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它月亮就真的引在水中了 水里面真的出现了夜 我们往生就是这样 梦幻泡影 所以祖师们也 东西不相往来 就能够感应到脚 凡胜各注其味 就能够顿然往生 全部的道理为什么支撑着了 就是由于如梦幻泡影 所以大家 你要想把净土给扎在心里 你必须先从什么呀 梦幻泡影上着手 否则你过不来 看你能理解到哪里 成不到底呀 成不到底 别人一说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动了 或者这个法媒扎在心里 别人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佛法 因为佛法是通的呀 正反面 结果你是正看得久了 他从反面开始说 你就受不了了 有爱障碍 所以说 既然梦幻不正 那么我们就当正去幸运行 依然在梦幻中行 但是呢 极乐世界 佛力加倍 宪政这个梦幻之法 还是在梦幻中呀 常作天乐 黄金为地 昼夜六世 供养诸佛 都叫做梦幻佛式 所以第一点 大家要记住了 之所以净土法门体现的 虽然跟我们常法 就是在这个世界的空法 看上去是有别的 但是理论的本质 完全是一个味道 能理解吗 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法 全在其中 并不相伪 而且呢 净土法门的绝对优势 就显现出来 是什么呢 不去追求空性 我们现在去追求空性 十有八九是东倒西歪的 我见的太多了 包括这些禅盒子 每天都那么舍生忘死的餐 入不进去 福得不够 但是虽然他不去追求空性 但是他完美的在体现空性 就是往生本身就表的 就是无入梦幻泡影法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到这里 所以第一个点 我们要记住 为什么说身在佛权 依然学净土 就是因为他浅通常法 浅浮的浅 就是暗地里 就跟我们真正的佛法的 这个唯一的核心 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现在正空性 正无声太难了 大家知道我们说的 金刚经里面讲的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 你要知道 只要到通教的登地的菩萨 才能够又无助又生心 在此之前 生心的时候他就无助不了 无助的时候他就生不了心 能不能理解吗 就是起心动念的时候 他就一定是有助的 如果他要无助 他就不能起心动念 所以想想念佛就叫巧入无声 什么叫做巧入无声呢 他就跟你吃糖一样 他给你一块糖 在糖里面包着药 你不要管这药 你吃糖你就把药吃进去 保重治病 所以叫巧入无声 所以因为无声而无所不生 到极乐世界就是想怎样就怎样 因为无念而无所不念 所以到极乐世界想去度谁就度谁 就这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真正的表达 如梦幻泡影 一切有文化如梦幻泡影的真实境界 反而恰恰就是往生净土一发 这是第一点 第一个比喻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第二个比喻呢 就是要联系到我们常说的 你们听过没有一句话 开悟的冷言 还有什么 成佛的法华 一般我们都把法华 比喻成在这个世界 我们成佛的重圆独妙之法 就是最佳的法 大家读过法华经吧 有读过吗 你们听过里边有一个 大富长者穷子欲没有 都读过 有啊 什么叫大富长者穷子欲呢 其实就把净土的妙道 给暗合在其中 那我们第二点就讲 为什么要在身在佛前要修正事 就是能够得真实大力 你看在无量寿经里面说 如来欲整记穷盟 会以真实之力 弥陀经里面就 我见势力 故说此言 这些大家都耳熟能想 所以第二点 我们为了 说净土的这种情怀 首先第二点 咱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大富长者穷子欲 在法华经的信节品中 信节本身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这么一段典故 须普提大家知道吧 金刚经也是给他讲的嘛 他就慧命须普提 就是佛的慧命都是由他来续的 那么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给须普提受计 受计就是受计你在什么时候成佛 国土是怎样的 多少节正法 度多少众 全给他说了 说了以后呢 这个须普提就欢喜的受不了了 大家知道吗 欢喜的受不了 就去约就说哎呀 我跟着佛陀出家呀 居僧之首嘛 是首席十大弟子呀 说年并巧闷 就是我活了这么老了 从来没想到再进一步的修 因为他是阿罗汉 二臣人嘛 说再进修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说侍从以前给我讲法的时候 说了这么久 我当时老在听 我只是修的是念说空相呀 无相呀 无作呀 等等这些 说我与菩萨的游戏神通 进佛国土这些法呀 我想都没想过 一点都不爱听 只有佛今天给我讲了这个 受计以后 听到这样的稀有难得之法 他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 说哎呀 无量的珍宝 我不求就得到 大家知道 不求就得到 在我们世间 不求就得到 除非你干嘛 哎 干什么呀 拖梦呀 啥都没求自然就来了 这是干什么 你一定有一个大富长者 就是你爸有钱呀 继承嘛 直接继承遗产呀 这就你一点都不要 那个什么 直接就过来成了你的了 而且早就是你的了 就等着你去受用 所以首先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大富长者穷子瑜 就是为了成佛 讲这个法华经里面成佛 成佛都是好多人不相信自己能成佛 也不敢这么去学的 我也能修行佛法 我将来能跟释迦摩尼佛阿弥陀佛一样 他不敢这么想 后来呢 佛给他们讲了以后 他们自己说 原来如此 都自己在那自说自道 编了一个场景 一图戏 这图戏是怎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 有人呀 年幼的时候就离开了父亲 比如说咱们流浪在生死苦海 六道中的我们 小的时候离开父亲就 走失了嘛 长到十岁二十岁 一直到五十岁的 已经长得很年老了 还是穷空聊到自己到处去乞讨 那么乞讨的时候呢 他有一天乞讨到他的故乡故国来了 到了故国以后呢 他的父亲已经 就是说突然间发了大财了 整个家里这个奴仆呀 牛羊呀 车城呀 护利呀等等 就是整个国度富可敌国 他的父亲已经到了这地步了 那么这个父亲发了财以后呢 他的儿子呢 找不着了嘛 离开五十多年了 这就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这事 就自己一个人憋屈着 还自己想说 哎呀 我虽然有这么多的财宝 可是没有儿子 一旦有一天我没了这些财物 终究要散失的 没有一个可以嘱托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他每每想起自己的儿子呢 就觉得说 哎呀 啥事让我儿子回来 把我的遗产继承以后 我就说 意思就是他心里就 没有什么挂碍了 就会 这里原文是坦然快乐 无腹忧虑没有忧虑 这都爱子心切 那么结果呢 这个穷儿子呢 流浪到他故国父亲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远远都看见他爸 整个这个仆人围绕 这个烧着这个坐着七宝就是那个罗汉床嘛 脚踏着都是红木家具 就跟咱们现在的人一出来坐着豪车 大家恭敬围绕 这个宝杖滑盖等等香水庄严 到处撒的是香水 哎呀 他一看这就说 这么有势力的一个人 他吓坏了 他觉得这个人呢 肯定跟我没关系 就后会跑到他跟前 说万一被他跟前的这些 这些随从把我抓到了 我还是 这不是我干活的地 我还是赶快赶紧走吧 他想去找个活干 这种情况下 他说我在穷人堆里面赚点钱 够吃喝就死 对了 待在这儿 万一把我逮着了就惨了 所以当时经文里面做的说 做事念仪 挤走而去 就赶紧跑了 咱们就是跑了 就跑到这儿来 现在跑到苏普世纪来 穷人堆里呀 贪嗔痴俱足都是穷人 看见佛国净土离得远远的说 根本与我无关 大家知道 好多不能信守净土的人 认为极乐世界与己无关 他不敢信 他不敢承担 不敢去继承 他说哪有这点好事呀 不劳而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父亲见到儿子 他一眼认出来了 哎呀 赶紧欢喜了 终于让人继情残残了 就赶紧命什么 命所有旁边的人 给我把儿子给抓回来 抓到跟前 可是抓到跟前的儿子 不知道他的发心 吓坏了 当时就晕过去 第六意识不起现象了 什么休克了 休克了以后旁边的人呢 就拿这个冷水呢 给他洒水 最后把他起来了 父亲看在眼中 说哎呀 不敢这样 对他了 直到说儿子什么呢 意志下掠 自己太豪贵了 所以就不要告诉别人 这是他的儿子 放了他 放了他了 这个儿子就很欢喜的 又回到他那个平民窟 去讨生活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就想了一个招 就让他周边的这个仆人啊 有长得比较不顺眼的 看上去就是穷巴巴的 没什么福德的人呢 穿了不好的衣服 去找这个儿子去 到跟前说 哎呀 我们家里有活 说干什么呢 天天逃粪 说这个活最适合你了 给你的钱 不敢给的多了 说略微比平民窟里边 多一点 哎呀 这个裙子就觉得说 好啊 那我给的钱多一点 我就去你们家干活 啊 这就慢慢上道了 为什么 新开始发 有一点性向 啊 这就叫密浅二人 行色憔悴 在法华经里面的原话 设立一个局 那么 这个父亲见到儿子了 哎呀 就觉得非常欢喜 就开始引诱他了 把自己的好衣服脱掉 换上不好的衣服 啊 粗鄙的衣服 就好比这个监工的一样 说哎呀 大家好好干啊 他就在那去了 完以后 他就凑到儿子跟前说 哎呀 你是个好人 啊 你是个好人 从今以后 我多给你点钱 你就任我 就当我的干儿子吧 啊 我家里呢 这个 这个管家的也不在了 慢慢以后 你这个柜台上 取什么呀 库房里面 你帮着我点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哎 这个儿子呀 就觉得说 这还可以 又给他加了点钱 他就慢慢在他们家 二十年中 慢慢的帮忙了 可是呢 一直他的主业 还是逃分 不让他逃分 他受不了 觉得这个钱 他不敢拿 大家要听了 这待会要用的 但是慢慢的 就是以义子至居了 这个在原话里面 叫做心相体性 就是慢慢心 有点感觉了 但是然其所指 优在本处 说还在停留 他的自以为 还是个打工的 不知道他是这的亲生儿子 林茂涣太子一样 在这样的话 最后一幕是什么呢 最后两幕是 长者开始有病了 有病了 他知道他的财产 就把穷的儿子叫过来说 你好好管你 我也有病了 我看你当我管家这么久 你也不浪费 也为人公道 那么你以后呢 彻底这个家 有可能我要交给你了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儿子的下掠之心 优未能舍 还觉得没有这么好的事儿 最后 最后一幕是 这个大副长者 也就要慢慢地知道 儿子已经心淘汰 融通淘汰了 这个融通淘汰的功德 取决于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就是讲般若时的时候 用般若整个的毕竟空 不断地给这儿子讲法 最后他才说 原来佛果究竟果 就是这个法华涅槃 就是一个过渡时期 所以灵命总统才把一切的大众叫到旁边说 诸位要知道 这是我的亲儿子 是我所生 我的五十年没有见 这个 慢慢才把他找到 现在我也告诉大家 我所有的一切财物 全部保留 不保留的 就是他的 这个穷子清到以后 大欢喜说 哎呀 这样大的宝藏 我没有 啥也没干 就自然就来了 这就叫大富长者穷子欲 是法华七欲里面叫做性结品 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了 就要知道啊 最后大富长者是完全把他的财产 就是佛的什么呀 所有功德 一点都不漏的 全部给了他的法王子 所以这个儿子你看 从开始 自己在贫民苦里面干 就跟我们说 说白了 就跟自己说 修点好功德吧 今天要 这个 这个 住点 这个 这个 不识点 明天救几点 后来就等等 这就等于说我们在 在哪呀 在贫民苦里面干 慢慢的孩子上到了 哎呀 还有四年处 慢慢的要关无我 关不敬等等 这些一点一点的修鼠息 好艰难呀 收不住自己的心 这就等于说 好不容易到了大富长者家里 虽然入了佛法 修的是小法 他不敢承担呀 修的小法就天天 那你就掏粪吧 知道掏粪可以说 维系你跟我发生的关系 但是最终绝不是靠掏粪 你能像我一样富有 最后慢慢当管家 就开始修四地法 十二英元 六度万行 就你好好修 萌萌的修 不断的修 反正你就这几十年一直修 可是不管你怎么修 大家知道最后靠的什么 还是靠的继承 最后彻底还是大富长者 把这个家产送给他 他才真正成了大富长者 所以就这个性质品 非常的微妙圆满 大家想想 就净土而言 你看一切的通途法门 我们都推出说 横起往生佛国 就是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 直接成佛 那么一切的通途法门 都是在此土成佛 那么这个之后 会以我们的真实之力 就是我们都是穷子呀 大家要知道 我们朋友的家 就是这个大富长者家 就是我们的 我们是极乐世界的独子 一梦 梦到娑婆了 就是一走 五十年的光阴 梦到娑婆以后 穷空潦倒呀 现在生佛国 就是最直接痛快的 让他继承这个法财 哪里有人敢去这么认为 不敢接这招呀 哪有这么好的事呀 就跟现在这世道这么乱 说这是不是骗子呀 要不是这混沌 将来要坐牢吗 你看这个穷子 就是这样认为的 他不敢继承佛国 他的法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发现了没有 整个从事这种 这个大富长者的事业内 全部是他的儿子 是不是 这就是阿弥陀佛什么 佛光设受 整个法界众生 舍去不舍 就是我们所有的一挤一动 其实都在阿弥陀佛的事业中 他发愿的时候 就是已经知道 我已经离得这么远了 将来要回去继承 他修五节的时候 就是给我们赚家产 他净土成立了以后 就是把家宅都给我们建立好了 仆人农部 整个都给你 这一系列都弄好了 他让你起信愿性 就是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 不相信 不敢去 那就信吧 觉得这跟你无关 那就怨吧 那你觉得自己还要 应该天天逃奋 就念着阿弥陀佛往这走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佛力加倍 设取不舍 我们才能成就 大家想想 如果站在这个大背景下 为什么我们说 如来所以兴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海 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通途法门 在这个角度来讲 不是绝对的 在这个角度来讲 全是铺垫 你们敢不敢信这个法呀 就是包括六度外行 包括十二英元的反观 包括这个四季 苦极密道 都可以不修的 就念佛就行 但是念佛这个法 你信不起来 不敢来继承 那就先给你铺垫吧 你先去平衡空间 干点活 在家里来淘点缝 慢慢管个家 在柜台上多多 那就好呀 所以这一切都是铺垫 最终只有净土为贵 所以这么多的大祖师 这么网醒的点 就会告诉大家 最后都是以净土为贵的呀 你说这么多的千贤万圣 最后连普贤菩萨 都是大愿望 往生极乐世界 这次在五台山的时候 把华言经又读了一遍 华言经呀 就是我们讲的 大本无量寿经 大家知道 这个说法绝对没错 所有的佛国境地 这些等于就是 近日世界 就是华言的缩影 里面描绘的境界 所以说 这个穷子自己的一切 都是方便过程 最终的一幕 就是直接继承 大富家产 这就叫成佛之力 叫真实之力 所以第二点大家要记住 我们 就是什么呀 就是为了得这个真实之力 而必修 净土的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如来 就是大富长者 刚才给咱们赚家产 最终我们文明往生 脱胎换骨 花开见佛头 就直接成为净土法王子 就是这个系统 这一切的步骤 从始至终 这都在阿弥陀佛 刚才讲了 全程的关注之下 加倍成就的 所以大家想想 刚才讲了 密浅的情节 就是设的这个局 你们发现了没有 在法华经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等于说 当时佛不是讲法吗 讲了这个原动大法 成佛的法都不敢信 不敢信以后 只好开始讲小乘法 慢慢再往大乘会 所以当时把那个环节 就比喻说 讲小乘法就等于说 浅了两个 比较不怎么好的人 去跟他什么 像同事社一样 走到他穷子面前 把他给带上来 这是叫做什么呢 小格局 在这个世界 我们听法的小格局 大家不要忘了 什么叫大格局呢 大格局 你设想一下 谁是 这个 长得不太好 然后到我们跟前的人 谁 看你敢不敢设想的 这么究竟 到底是谁呢 对 释迦摩尼佛 80岁的老比丘生 就是阿弥陀佛 从西方极乐世界 密浅在搜破世界的 这个适者呀 大家知道吗 庄严报生 阿弥陀佛 千百亿化身 释迦摩尼佛 我们给大家讲 观无量神经的 不是说莲花中 有多少光吗 光里面化多少佛吗 到东方世界去 干什么呀 度纵生呀 这其中有一尊就是 本师释迦摩尼佛 因为你想 如果真正这块 阿弥陀佛的暴声显示 那我们眼睛也要瞎了 人也要发狂 鱼吃了 整个就疯掉了 为什么 因为那份家业太大了呀 早上在讲冷眼睛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在 吃着断食在这活着呢 人家那全是 大手冷眼禅定为师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没办法 只有派了一个 释迦摩尼佛 就是阿弥陀佛 大富情境海重中的 一个角色 化作八十岁的老比丘 在索婆世界 这么沉道一番 然后告诉你这么多法 最终直指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千金万笼同宣 所以大家想想 这个穷子真不能相信 你现在我们说 释迦摩尼佛是阿弥陀佛派来的 好多大法师 他都不能这么信 说实在的 绝不能这么信 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把净土提到 前所未有的 绝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继承 没有继承的能力和心力 他只想是自己赚的 所以说 这就是劝穷子归家 继承宝藏 我们现在在东方也要愿认 这个弥陀之父发心回家 我们成就果地 绝不是自己赚的 而是从佛那继承 这是第二个比喻 就是会以真实之力 所以哪怕我们身在佛前 依然秦归净土 第三个呢 好像在观经里面跟他讲到 第三个比喻是叫做 二和白道鱼 我不知道大家 在还记得观经里面讲过 就是善导大使给 关无量寿经 祖树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 修净土的人 应该具有怎样的心态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喻 他就是诱白一切 就是求往生的人说 经为大家说一个比喻 为了守护信心 今天也把他摘出来 跟大家说以防 再一个就是以防 外道呀 挟支挟箭来做难 怎么样 这个比喻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人呢 向西走一个百千里路 那么在这的时候 突然中途呢 碰到一个河 这边是水 这边是火 一条河在南 一条河在北 那么他是从东往西 就好比我们人 往极乐世界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两条河呢 非常广阔 特别深 中间呢 就有四五寸的一个白道而已 白道呀 就等于说我们现在 差不多只能放下两只脚 那么这个白道呢 只有四五寸 但是这个白道 从东岸到西岸 是能看得见的 差不多有百来不长 问题是这里边的水呀 波浪过来了 把这个道给浇湿了 那边火又烧上来 又把这个道给看上去很烫 就是这个道走得也不安稳 水比于我们的贪 火比于我们的撑 水火就是我们的烦恼呢 长相交替 我们心歇不下来 这就是一个反复 那么这个人到了这个空的地方 更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 这个时候后边有什么 恶贼穷兽追着来了 见这个人孤单 想要把他给杀掉 哎呀 他害怕了赶紧从东往西走 突然见到这个大河的时候说 哎呀 这个河南北也见不到个边盘 中间就这么一道白道太狭小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就觉得说 哎呀 可能我要必死无疑了 那么正于到这个 这个 这个河边的时候呢 这个后面的恶贼兽呢 也来逼迫他 这个东西南北 想避走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恶兽独从来 想要咬他 唯一的就是向西雄道而去 可是这个时候还看见说 水火一会上来了 恐怖的非常害怕 在这个时候他就说 哎呀 反正我 也就是咱们啊 你要想啊 反正我往回走 也是死 停在这儿 还是死 那么往那走去了 也许死 但是有可能不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种不明死 就是我向着这个道 往前走去 既然有这个道呢 一定能够 有办法可以动 恰恰就是这个时候啊 就是这个心不太安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 这时候突然间怎么样 东岸出来声音的说 哎呀 仁者 你只管循着这个道走 没有死难 就是说 肯定没有死难 你只管走就行 好好往前走 西岸那边又传来声音 说什么呢 说哎呀 你只管一心正念 当时的原话是 一心正念而来 我能忽辱 不会堕于水火之难 所以这个时候呢 自当正声音 决定往前走 就东岸呢 就等于说 是什么呀 释迦牟尼佛嘛 说你只管往前走 不会有死难 那么西岸呢 就是阿弥陀佛呼唤 48月直接伸到你面前 你只管走 向我而来 就虽然 这个比喻是说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烦恼这么直升 可是只要我们的信愿 白道不断 哪怕它很窄 大家知道啊 哪怕它很窄 也决定是往生的自然 这就是代业往生 不一定把烦恼断建 哪怕我们的烦恼很大 这白道就这么窄 那么我们走的是什么 靠着两土适中的合作关系 一个钱 一个劫 这就叫二合白道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呀 这个东岸还有穷贼在患 说哎呀 人者回来 你回来吧 我不会杀你的 这个倒是太险了 你不会走 赶紧回来咱们一块玩 就等于说我们的烦恼呀 还召唤我们呢 贪嗔痴 还引诱我们呢 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听到这个声音 也绝不回顾 一心正念而行 虚余间到了西岸 离这一步呢 哎呦 当时说善友相见 庆快无比 此事与 就是终于见到老家的人了 他相遇固执了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看 这个东边呢 就比喻我们是 缩破火宅 西岸呢 比喻是什么呢 极乐宝国嘛 那这些穷贼 诈青呀 六青就是我们的六更六十 这个五英四大呀 色寿相形 是地水火等等 总归我们的身心世界 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我们的善心虽然危 可是他这个白道只要不断 虽然贪爱行 称心还总会 起来烧我们的善心 怂我们的功德法材 就是我们虽然修训 可是很多时候还是有烦恼嘛 这很正常嘛 啊 那么圣家牟尼佛虽然灭了这个教法可行 西岸有人唤 弥陀的愿力皆赢 就没有问题 啊 为什么说到这个了 我们第三个 就是因为修净土 哪怕在身在佛式正法时期修净土 为什么 因为弥陀给有一个什么 保认成功啊 其他的法门不保认的 只有净土法门保你成功 就你只管走嘛 来嘛 就这样的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解夺这个 比如说什么 我们只管走 依着咱们的 信愿 只要你走 尽管这个白道 确实走得还挺艰辛 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一块念佛了 还挺烦恼的 甚至不修也罢 修得还更烦恼 这就是水火浪呀 不断的上来侵扰嘛 后边的恶贼引诱 就是有时候放逸了 懈怠了 觉得想 这个造点业或者什么 恶贼还会引诱 但是尽管如此 只要你走在白道上 就上了极乐之旧 就保认你成功了 这条白道 就是弥陀愿力 在娑婆世界接引的末端 看上去很窄 但是整个愿力弥满的 隐形在接引 只要你踏上去 水火贼乱 就永远不受它轻辱 这就叫保认成功 所以大家也知道 这个批语就是我们呀 具体在修行的功夫上 大家知道 这条白道很可能 我们走得也很窄 但是你不要气 望向烦恼还多 往生心可能还占得很少 但是只要你在这道上 就是你的信心和怨力不退 不断的前行就能到彼岸 因为他两个 一个遣送 一个迎接 一个说正念直来 一个说我能忽辱吗 这是打保认的 所以大家就是这样 我们修净土呀 确确实实就 一门心思踏上去 只管想着西方念佛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要想说 是散心呀 是正心呀 念得如法不如法 你就只管念 只要一心正念 就在这条白道上 只要念 水就在退 火就在退 贼人就不陷 你走在这条白道上 一心一意 就等于说我们怎么讲了 念得呀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这 就是念得只有你孤生一人 娑婆世界 茫茫人海 一切的人际关系 都得甩在身后 只有弥陀越来越明了 这就是白道的功德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啊 就是讲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的修行的心念功夫 真正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 记住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的关键就是信愿 这个东西是说不得 可是又要不断的提醒 说你没有争信愿 别人说你信不到那 感觉出不来 但是你不断的提醒 就是这是关键 如果念得正念念得久了以后 这种出离的智慧啊 它是自然显现的 就是你念得相应了以后 就非常明了的能够触受到 娑婆的这个苦境 这种苦 逼迫也是苦 牵挂也是苦 甚至这种 这种起心动念很舒服 很歉意起心动念 都是苦 就如同我们走在白道上 有时候是水来了慢一下 有时候火烧得好像难受才苦 后面的怨贼骗你的时候 非常笑脸相应的让你往回走 更苦啊 大家知道吗 所以这种安住心 起心动念在梭婆世界 一下子弥漫开了 那个信愿就降下来 只要你念的信愿一上去 所有的梭婆世界的一切人士 都能够把它马上就隔断 咬死来往极乐世界走 就根本对梭婆世界 不是说舒服不舒服的问题 就是没感觉了 就这种状态 所以大家好好的念的 不但说再往生的念 这种信愿出来的时候 就是不但我们梭婆世界 一切的所对的境界 我们每天留恋的这个 人际关系或者一切的对境 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色身 乃至我们起一心动一念 这种分别染污 就时时刻刻都能观照 它的这种不究竟 这种轮回之音 一旦这个心情就念这种 马上就即刻显这个舍离 而且这种舍离的智慧 它是以什么方法表现的 是把它照得清清楚楚 就跟心经里面照见五月皆空 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这就是潜通常法 又给你什么呀 会以大力 最后还能给你保证成功呀 就这三条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心情 完全与信愿念佛相应的话 这种脱离感呢 就会非常强 脱离感出来的时候 全体养靠到弥陀的愿力 所感到极乐世界的庄园 就觉得这就是 自然就在这种绝授中了 忘我的就在这个白道上了 那那个时候 你就不觉得有一点危险 因为只有信任 两岸的护佑 六贼的这个逼迫呀 哄诱呀 乃至随火呀 都不在我们心的显现中了 就确定 我一个人就在这儿 必到西岸 决定没有一念回头之心 所以大家想 每个人都有机会 给你设一个二合白道 这就是弥陀 单单为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设的 单单为我设的 一旦到达终点了 大事就办 就这么简单 总而言之 净土一言 一蒙呀 第一个 从理论上 绝对是潜通常法的 你不要以为净土 就不是跟佛法 好像说说的多了 老给大家说 这是横朝法 不要用宿处解 完全能解的 行义方便的 从利益上来讲 这是真实大利 唯愿做佛 从修正上来讲 保证你就一生成功 这样的一个法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要 今天开始建立 这样的一种之见 说不要说 人在武卓 恶实根基不堪了 就是我们现在 能够身在佛前 常文佛说法义 根基上品 一切法门都能够入行 即刻上手得利益 也要修 净土念佛 求神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净土行人 这是一个净土行人 绝对的见解 你如果真正把新提到这了 那可以就是说 把净土法门的一些千古的冤枉 也给他扫定了不少 所以说从这起祖 希望大家把平常这个习惯的思维 把对净土的见地 能够读透他的这种殊胜优越所在 彻底的从这个法门平等中 又能够全情的见到 配合了差别向上 最有利于我们修行 最突出的部分 来承担全身心的投入到净土法界中 总归反正是 确实是利益太大 说一千道一万 你想想 我们 你说我们是干什么 我们坐在这 我们归义干什么 持戒干什么 天天修行干什么 就是为道而修 为成佛而走 那你想到了极乐世界 就念阿弥陀佛将来极乐世界成佛 除了这些我们还 你还要干什么 大家想还要干什么 除了这些资料 我们还需要什么 带着这样的执剑 我们来学习无量受精 有一些见解 有一些大德们 一不经一句佛号就够了 那有人就出来反对 那么有的人又到处要去学的时候 又说你一门生路不对 所以就看我们的见解在第几层而已了 没有对不对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一个净土的见解 今天花一点时间 那么我们回到讲这部无量寿经的一个前期的要点上 就是希望大家能出这几种效果 我们再进行一个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咱们从下一讲开始呢 就是要入经题了 入经题入经文了 那么第一个就希望我们 讲部这股无量受精的时候呢 第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能够安住经文法界 大家在听经的时候 我们来听法听经呀 那习惯上我们都是听经文的内容嘛 唯我们所听到了 然后明白这个道理了 以这个道理型 每一部经都有讲说的这个主线 意理 故事情节 人物场景 可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很多时候呀 我们只能领受到经文的平面效果 你们把经文翻开 就是在这读的时候 这是经文里面这么说的 它只是个平面效果 没有生起立体感 这个效果不大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实世界的有违法 就把我们的立体效果给占据满了 全情的都在娑婆国土里面 所以就与经文描绘的这个适合理呀 这种距离始终存在 又觉得这个这么文绉绉的 描绘的 就没有把心贴在这个文艺上 其实经文一点都不文嘛 翻译经典的都是大菩萨成员再来的呀 你现在我们读每一部经 哪一部经不是流淌的呀 哪一部经不是直白的呀 白的比我们现在有些文章都这个畅快伶俐 就是不肯花心思 觉得与己无关 说白的就是你不想学 不想修 仅此而已 没有借口 那么所以说 这个听法呢 就是应该从我们的心地上 希望大家从下一周开始 从心地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全情的向经文法界靠拢 为什么把它叫做经文又叫做法界 法界就是世界的意思 就希望我们并不是从文字易理 而是在听头从境界上活生生的展开 这就是一种观型的功夫 大家要知道 从听文净土经典也是体现我们的念佛功夫 我们常有一个词叫做随文入观 就是你能够专注清静地安住在经文的境界中 就是世界中 领略其中的 不是就是领略其中的 修阴正果 发愿度纵生的事吗 灵膜嘛 所以希望大家要 这一点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听经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参与者 不是一个旁观者 不是一个了解者 或者是一个试图者 不是这样的 当下我们就是一个在其中者 这是第一点 特别是这部无量寿经的这个 时空跨度呀 非常大 如果你把心安住进去 就像到了我们大北京的这个几境的院落一样 进了一层又 就像法园寺 这个走着走着以为没的 又取经同游出 这个你看 佛在灵旧山讲是一个时空 后来又把极乐世界献给阿难就看 这又是一个时空 那么阿弥陀佛在成佛时节之前 因地修行 它又是一个时空 就是各个世界都有菩萨正在往生 它又是一个时空 我们全身性的在这种 真实感中来体悟 经过的内容就是要把它调成为现场 把这个新地 这个法界呢 彻底打开投入进去 这样效果就不一样 大家知道这样对我们的信愿的开发呢 是一种莫大的 有时候我们 你试试 用心呀 一念就能顶这种平常泛泛的心呀 百千万一年 因为你用心一念 直接进去的时候 可以到平常不到之处 所以这是第一点 希望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能够安住在经文法界 第二点的效果是希望怎么样呢 就是对净土升起进一步的 就是升起一个所以然的受用 在清朝呢 有一位叫居士 大居士叫彭济清 他呢也给这个无量寿经做过这个起信 就是他写得非常好 写过无量寿经的一部注释吧 后来有咱们民工年间就是上世纪有一个 很有名的老居士叫做李炳南 老先生 那么他呢就在作序的时候就写到说 这个净土的净土宗专门所属的典籍呀 其实应该三经并齐的 可是呢这个观无量寿经和无量寿经 就是什么呢 仍难其行 仍难其送 就是观经呢是讲十六种观法 一般人关不起来 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呢太长了 太长了 而且大段大段的耗时间 就是很难有人去读诵 所以差不多这两部经呢 基本上是素质高格 唯有最差的就是现在弥陀经一部而已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基本上读诵的都是在弥陀经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无量寿经又称小本华言 弥陀经呢又称小本无量寿经 那我们从宗就是我们惯性的认知和学习中呢 主要以弥陀经为主 因为情人好简嘛 好简惯了 可是呢大家要知道 弥陀经虽然这个经到一定的程度可以代表净土经典 但是也容易导致我们忽略无量寿经和观经 那么观经呢 正在观法还自成这个修学体系 只有了解净土法门极乐世界深入净土的时候呢 弥陀经太略了 弥陀经太略了 大家知道啊 就是它里面重要的实名一法是 弥陀经的核心是指使灵号 只是讲这个法的 所以它对净土里面的医政的庄严呀 特别是四十八院的内容呀 根本就没办法让我们能够思察到位 你比如说在弥陀经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彼佛国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就这么一句话 那什么叫做众苦 什么叫做乐呢 在无量寿经里面就大量的铺垫描绘 极乐世界是怎样的杭树呀 四宝围绕呀 在无量寿经描绘上真是让我们身临其境 说到无量寿佛微神光明最终第一 诸佛的光明所不能及 那为什么 什么光明什么光明 说无量寿佛的寿命长久不可称继 怎样怎样 说到这个七宝术的时候 说周满世界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合成 乃至内外都有这个朱玉池 就是七宝八宫得水的七宝池嘛 或十有雄或这个二十乃至三十 或者百千有雄 黄金池者抵什么沙 这个白银池者抵什么沙 描绘得非常详细 就是真是让人心持神亡 这个弥陀经里面是没有的 特别是无量寿经里面的 五恶五痛五烧 就把咱们这这种人的这种烈性 见不得人的这种心思 全给讲透了揭露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更加贴切地激荡着我们的 艳丽缩破星球极乐星 所以这是举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其所以然 为什么苦 为什么乐 为什么要应当发愿 身比国土 为什么说这个知识名号 灵命宗师 阿弥陀佛与宗师宗 现在起先 为什么 因为他要愿意作为保障 等等 所以说这一切的盛言 都要让我们在 希望我们听了以后 在原来极乐世界的这种 我们的影响中 生起所以然 也就是更加具体 真切的受用 刚才讲提升到 以往的不到这种 那这就是从两个方面 希望大家 一个是从真度 就是真实感 因为我们现在 你不是要把 现前的 梭婆世界的真实感 逃换成极乐世界的真实感 所以就靠经文的描绘 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意念上这种细化 就是最具体描绘的 这种观察作意 要有真实感 这是真度 二一个特别是什么 就是广度 像我们以前所意念下 想象一下极乐世界 你想我们的 以前的容量可能不大 那么通过学习这部经典 就把极乐世界 在我们心中的浮原 更加辽阔起来 我们常说 这个960浮原辽阔 那么你把这960万 细细的走一遍 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祖国 这个大好山河 你现在只知道说 哎呀 首都北京 经济上海 北上广 就这几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无量 让它越争越广 越广越争 是同步的 这是第二点 如果说大家能够这样的 如法思维的话 如法受益的话 那么必然就能导致 我们期望的第三点是什么 还是依然老调 就是希望听这部经以后 能够深化我们的心愿性 深化呀 深深的扎进去 彻底的把它化开 让在各个关节里面 都起到作用 自然而然的作用 叫做深化 你不要这么一听就过去 什么意思 这就又得回到咱们修净土的老调来 咱们说要想成就 都无非就是信愿性 现在我们说有事 也跟大家说了 有事我们学习 说哎呀 学习佛法应该有次第 那当然是有次第的 好像说那你们净土法 就扔给一句佛号 就不管了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就觉得说 哎呀 会有一些其他的法说 这才是修学圆满次第 非常殊胜 好好地念佛人 转头走 又去逃粪去 他受不了吗 这是从上上列下下 不是说逃粪都不对 这个话有时候你看 一段章提起别人要说 那你在说苏佛世界 修六读万行 这是叫逃粪吗 现在我们不是从 继承遗产上论吗 所以说 就是转头就走了 这些啊 真的是太可惜了 你想说 比如说从次第来讲 如果从大次第来讲 那一切的通土修法 都是净土的加行呀 加修嘛 最终就是成就净土的信愿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中土半土而废 或者修不下去了 乃至从头坑不就不信净土 就是为什么 就是福德资量不够 逃粪没逃够呀 你知道吧 福德资量不够 所以能性净土 他们都已经逃粪逃足了 这爹这会儿已经这48元都发到这了 最后法灭的时候 100年的时间就是无量寿经呀 这就等于说 大副长者要死了嘛 你这会儿再不继承 你就晚了 你彻底逃粪去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净土不是没有次第 一切的通途其实都是净土的次第 万善同归嘛 那么如果说一定要讲法门次第 性愿行就是净土的次第 怎么没有次第 而且这种次第它是原动教法呀 就是性里边有愿有行 愿里边有性有行 行里边有愿有行 它是这样的一种次第 一而三三而易的次第 所以说呀 这个人的业障呀 你看从哪个条 哪个道上才论 有的人呀 他虽然修行不是很精进 天天得不得得不得 他没有这样 他天天掉了 但是他的性愿很深 他的福德在这方面非常深厚 绝不会改 就是一性永不在意的这种 有的人呢 你看着他 天天这个 这个就是说说的也好 做的也什么 但是呢 稍微后来有一些动荡呀 他就扛不住 你要说哪怕动荡 我们再多了无间禁语 还不能换信心 净土的性愿 哪怕你这辈子没网上成 那就说明你原没结构 没修到哪 性愿不扎实 可是你这个线不能断 这个白道不能断 这是一句狠话不能常说 所以大家要知道 说我们虽然业障重 烦恼重 也不是很老实的念佛 可是一直能够坚持 这还算可商量 再接再厉 很多时候呀 有的人就一句佛话 他觉得念不下去了 净土访问 他觉得依托不上 我遇到的人太多了 有些还修行的很好 清修的 住山的都有 我就想不通 他怎么就说 哎呀 他我说那会我念佛 也念得好着呢 哎呀 后来说不行 我一句佛号念不下去了 我实在想不通 怎么能一句佛号念不下去 你说你念得好坏 多少咱们就不说了 怎么就下不去了呢 那我想想 无非两个方面出现问题 绝不是说你的 法学法 没学好 次第不够 绝不是在这上面 他们往往容易找借口 说其他的方面有次第 更圆满 这个方面我得慢慢的 先把什么搞好了 我再来 其实是哪里出了问题 第一个 厌理心不够不明确 就是他根本不想了生死 不想成佛 说实在的 第二个就是大乘种姓排斥不够 你什么佛号念不下去 就是你没有信愿的吧 你有信愿 怎么会念不下去呢 一天一生总能念吧 一生不念 你想一下总可以吧 所以你看在经文里面 有叫做一向专念 大家我们很多时候 为什么说临终十念都能往生 一向专念就等于说 我们信受了这个 进度法门以后 一向就念阿弥陀佛往生 那么临终十念 也属于一向专念的放愁 大家知道吗 临终的时候造了那么多的恶 有人给他提醒一下 说你相信其实有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他就突然间出击 行人就入心了 这个时候一念二念三念四五六七八九十 地道念十念的时候他死了 这还在一向专念之中 所以绝对能够往生 大家想过 所以这个圣教 他绝不会自相矛盾的 所矛盾所违背的 就是我们自己理解不了 透不过去 不敢往那行 一定要在上面设门槛 说你得怎么怎么样 你硬生生的等死 我相信能往生 还有这也是这种修法 一般人不敢修 就这样 所以刚才讲到 我们念佛 大家要知道 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净土行人 真的如果是信愿表达要怎么样 是随时随地 哪怕你主动不能舍下 说我随时随地可以走 至少是 该死的时候你不要怕 或者虽然有点怕 把心一横 反正我有阿弥陀佛 怕什么 总得这样一下 所以随时随地 该做就走 真是这样 这就是法的加持 所以说 我们学习无量寿经 要深化信愿到什么程度 以往我们都是讲述 要提倡大家要真信切愿 什么是真信切愿 我今天起一个新名词 真正的真信切愿 到圆满状态 是什么样的 这个词可能听起来 觉得很过分 不幸之幸 无怨之怨 什么叫做不幸之幸 就是就幸而言 我们学佛修行 一定要转翻成圣 在这个里面的话 说往生净土最好成判 说阿弥陀佛48月 早已经成行了 决定可行 往生以后成佛 只日可待 回入缩婆 度纵生 自在无比 就是这一套的程序 是佛亲口说的 我听明白 听明白就好了 你就不要在上面 在议和论 该怎么办呢 你看所有的经里面 有诸众生 闻佛名号 欢喜信寿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那么在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说 无量寿佛 所有的愿力功德 神通智慧 说圆通太虚空一样 我不知道这个不信之心 真的是我这次读华眼经 感触到的 就是佛的智慧 经文里面讲的什么 大乘广治 不思义治 我们现在信的就那么一点点 只是狭烈的就信 他一定会来接我而已 我们不知道说 他怎么一定会来接我 就是说 佛的智慧 佛的神通 佛的妙用 一旦你全了解了以后 你就会信的说 他不可能不接我 他非接我不行 由不得他了 这才是佛的智慧和功德 你能信到这份上 圆通太虚空 周遍和沙界 就是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情记 去度量 去采测 只是能够听到这不经的人 不经 不不 不畏 就是不惊恐 不恐怖 不害怕 这样的话 决定信入 就是我信了 你不要再跟我说 信不信了 那是多余的 我信你还说什么信呀 这叫不信之信 早就信了 具足信 大家能听明白了 所以这个叫不信之信 能这样的话 经文里面再讲 当知此人 与无量佛所 生殖善根 不退转于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圣诸身文 百千万亿倍 你看 所以说菩萨 以信入佛智慧 成就 人家经文里面 叫做什么信 无边无尽心 大家仔细 这些话的加持痕 什么叫无边无尽心 就是连信和不信的 对立都没有 就是这样 你还说什么 得此信心 不退转 会怎么样 心不杂乱 不可破坏 无所染着 得这三个功德 所以你看 为什么 我刚才讲到 有些人退了 说念不下去 就是心砸乱了 破坏了 染灼了 什么叫做心不退转 净土稳了 不会觉得说 他方国土 有没有 阿弥陀佛在不在 这二有法门 决定的事情 就不退转了 不砸乱的话 一门就决定够了 其他的就不用了 不可破坏 就觉得说 绝不会被他宗 就是其他法门的善政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需要广学多稳 就是你越广了学历以后 你的净土才 别人破坏不了 你的净土现象 要不然稍微他说点什么 建好救兽的话 你马上就被勾引走了 现在的人特别容易被勾引 所以说就三心二意 就心性没底了 那么什么叫做 无染卓者 一心无一意 只为往生 只为往生去 只为成佛 只为成佛而去往生 其他的都不在这个道上 什么三界的狭小的心量 有求之心 希望回报一点 赶紧给我保佑 都不在这上面 这叫无所染拙了 明白吗 不在这小打小闹上弄了 这叫做不用再性之性 叫无性之性 希望大家听经理以后 能建立这样的心 那么什么叫做无怨之怨 发愿往生 是决定不改悔的事 在这种人就要把生活中 这个往生的人生观 调制成下意识的状态 就不要大家在场要提倡 还用多说吗 还用刻意的表达吗 始终不进行刻意的表达了 就叫无怨 始终有求生的本怨 就叫之怨 这叫无怨之怨 所以大家想 对于这个怨 你怎么理解阿弥陀佛的怨 你都理解不了 怎么设想 你都设想不到 就这么个怨力 他的怨力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一旦你知道这回事 你就搞定 就这种周策法界 为什么普贤基说 怨我灵欲命终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而见彼佛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岔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什么大愿 普贤是大愿望 一切圆满 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 这段话表达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我们成功的往生了以后 才有可能把普贤的愿望 让它产生圆满的实践意义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边 从礼敬诸佛到普贤回向 根本就做不到 只是那么提倡一下 所以大家想想 四十八愿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现前修习普贤之德 只有往生了以后 也就是说什么了 只有阿弥陀佛的愿望 才能让普贤愿望变成现实 你想想 普贤已经是愿望了 阿弥陀佛的愿 才能让它变成现实 这叫无愿之愿 就是我们愿望生的单重性 保持的极佳 法尔就是这样的因缘 法尔就是这样的成就 不刻意了 就叫无愿之愿 一切都是平等的 就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说 对一切法没有功德利益之想 就是我们这种愿力 是自自然然的 没有刻意心 分别心 这种就是极致的愿望生的 这种无益的状态 我不知道这个表达都表达不了 你们自己会议去吧 就这样 无愿之愿 就有时候提醒说 哎呀你这会儿呼吸着呢 说为什么呀 有空气嘛 对着原来还有空气呀 愿力都要愿到这种地步 好像不要提他 可是他念念都在你的呼吸之中 所以说 但是有一个问题说 那如果没有刻意 一切都平等 那么这里怎么建立这个愿望的殊胜 就是弥陀愿望 这里就是说 一切众生啊 都是由我们的心建立的 心的建立 所以我们的心建本来是清静的 本来我们清静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心建呀 本来都具足无量光寿 大家知道吗 本来都具足无量光寿 乃至地狱恶鬼众生的苦 他的清静心中 也本不可得这些苦的 都是无量光寿的 所以为什么说叫做无愿之愿的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一切众生 其实是常住极乐的 大家想这个话 是常住极乐的 由于常住极乐 突然间在梦中 换出来的娑婆世界 本来是常住极乐 醒着的 突然于梦中换有娑婆了 那么待我们梦醒的时候呢 娑婆还在哪里 娑婆就没了呀 所以真正意义上 哪里有个可艳离的 哪里有个可星球的 只要梦醒就在极乐了 入梦就在缩婆了 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你就等着梦醒 念念着回向 我赶紧梦醒 这是不是无愿之愿 是不是 就是这个状态 没有一点要多余的 要往生的衔接持 就是自是不归 归便等 这叫做无愿之愿 大家想想 如果真能够把这个 无愿之愿 无愿之愿 你能结了了 你能安住的时候 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 生性切愿 万善一成了异 能够住在大土 通土法门里边 别开横超西方的生面 虽然成功的往生 能够顿见无声 这就是奥妙 你真要把往生和现前修 能够结合二为一 又不方案我依然往生 就在这里见分晓了 本来就是 所以只有无性之性 无愿之愿 这样的信愿念佛 才能彻证 无念之念 念佛三昧 大家仔细去会 这是第三点了 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 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典 希望有一个什么效果 这就关系到我们当 现前当来 一切法界众生 因为在无量寿经 我不知道大家读过 一共有五种译本 下一次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五种译本在另外的版本里边 讲到 有他方国土 有一亿菩萨 一亿菩萨 就因为听闻不到这部经典 不知道净土法门 而退了道行 一亿菩萨就因为听不到净土法门 就退了道行 你想我们现在设想一下 你们都是修行人 这么久了 也心细净土了 假如这块说净土法门是骗局 罪过的话 一旦你们听到这句话是真的以后 你说会怎么办 那就觉得解脱无望了 这可怎么办 桑大阿森集结再从头再跃 所以说为什么退了 因为绝望 成道遥遥无期 他就修不下去了 心性怯弱 在经里面讲 一切恐惧为作大案 他没有大案 没有大案就不能做成佛之事了 所以就退了 所以大家想想 你看本法门本经的加持力有多大 由于这样的功德 所以在本经里面讲到说什么 还在讲到说 多有菩萨 欲闻此经 就是想听这部经典 而不能等 没办法 得不到 当来之事 经道灭尽 就是等我们正法要灭的时候 最后都灭了 我以慈悲哀名 特留此经 就是佛的格外的慈悲 把这部经典单独留下来 怎么样 只住百岁 一百年的法 所有的经道都灭了以后 只有无量寿经 还能住一百年 那么其有众生 直思经者 还有众生能够听到这部经者 随意所愿 皆可得度 那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无量寿经 就是我们会自然而然的 随着我们的因缘 辗转的因缘 相续的因缘 注入这个 让这部经留一百岁 注入到我们自己应该的承担 就是我们这个环节 当下就是一个环节了 由于这个环节 所以我们要今天 想讲也得讲 不想讲也该讲 因为这其中就是只住百岁的一个环节 我们今天开始讲这部经 就等于说 由于我们今天讲 才能够让它 饱饱满满的 将来能够只住百岁 多活一百年 所以必须要讲 所以那么 既然佛有这样的玄祭 玄就是说提前受的祭 一者说明说 留步这部经典的因缘 二者告诫 就是让我们来弘扬本经 我们来听问这部经典 也是佛力在加倍 我们继续去流通 要有众生辗转 学习相续的因缘机会 也是佛力在加倍 我们今天来学习 下次开始正式讲 也等于说 依教奉行 是佛所授机的 这是决定 不必怀疑的 现前就是这样 所以说 带着这样的支界来 我们学习这部 《无量寿经》 特别是我们 大家也知道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刚才也讲了吗 开悟的冷眼 成佛的法华 富贵的华眼 这都是经中之王了 三部经王 这都是大乘经典的核心 大乘的根本法 那么你要想到 凡夫往生后 若能见弥陀 何愁不堪悟 一生不处 毕竟成佛 现前就住在 华眼境界 全体能够得到 所以大家想想 由于《无量寿经》 这个媒介宣说 就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真正的具足 冷眼法华 华眼的功德 所以大家想想 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诉出法中 这是华眼 冷眼 法华是诸金之王 在横超他土的 横超生死的经典中 全凭无量寿 这才是真正当之无愧 末法的真宗之王 冷眼法华 华眼都可以给他 来进行注解 所以这样的一种地步 所以是带着这样的 真正的 我们现在很少能够 重法轻生 就是把自己不当回事 把佛法绝对的当回事 我们现在的听法 都得哄着 诱着 行着 不断地说 快来快来吧 那古来的话 你要听法 哪有那么容易的 让你进 不让你进 还是两码事 所以就是越来越颠统 但是我们也要把 这幅经典 要真的 这幅经典 要英重起来 为什么 黄念祖 老局势 给这幅经典 做经的时候 他是以身心供养三宝 里面他自己 自己当时怎么形容 闭蒙谢客 拼死经论 拼命地 拼着命 哪怕死在这儿了 来这样地给他 筑这部经 写这部论 后来六年才粗略地成 他自己写成这部论的 注释过程中 也是百感交集 说这个夏天的时候 多么的热 有时候冬天的时候 又怎么冷 这个注到这个 这个一下子 心开一节出 拍案就感恩叫绝 说佛法太妙 最后他写的时候 讲到什么了 说本来是为报佛恩 而注这部经的 结果他越注越发现 佛恩太难报 报不完 说本来是发心注解 而注这部经的 结果给这部经注解 他发现这部经 根本没办法注 注不了 太深太优太玄了 他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最后才说 哎呀 一部经典就是 把禅静密一味的融通 说持您的方便 这个世事无碍的境界 真是他说 越生越明 越明越生 入到佛法大海里面 所以他当时都知道说 哎呀 虽然这部经典 可以说是他说 圆容绝代 就是微妙今生 不可穷尽的 就等于说 知道这部经典 就像大海一样 所以说他所住的这部 实际上只是 只讲到说 就优如大海的一滴一样 他住的经典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虽然我们在这里讲 其实下一部讲开了 我们也不讲 不准备怎么深度的发挥 就是从信愿上 平排直去的往过灌 来感受佛的这种 这种承诺 这种加倍 特别是四十八院 无恶无痛无烧 那么我们也要讲 这部经就像大海一样 我们这个小小的法会 这么多诸多的因缘 也就跟海里面的一滴一样 一个矛端一样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虽然它是一个矛端 我们也要自信 这一矛端 这一滴 绝对来自于深圣的大海 没有离开大海 这就是我们无量寿经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开篇 记住 三个批语 就要足以建议我们 以后不要说 我们梦法时期 修不了了才修净土 要拍着胸扑子 我就要修净土 释迦牟尽佛来了 再现前说法 我还是修净土 那么学习这部今天 有四个希望大家 一个是 能够深入经文法纪 再一个能够知道 进入极乐庄严之所以然 第三个能够深化信愿 无信之信 无怨之愿 第四个 当之无愧的我们注入了 特留此经 只住百岁的殊胜英语 好 那么时间关系 今天我们第一场就到这里 下面请大家合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接回向 无边圣福接回向 普愿陈尼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蜜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